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传闻陈哲远会帮杨子 资产正在尽可能起飞,下档节目应该会变成热播 许多工匠在通过特定的工作从圈子中脱颖而出后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 同样也有一些一流的资产 他们需要帮助他们 最近,艺人陈哲远的资产似乎在变好 出镜率也进一步扩大 越来越高了 在这段时间里,关于他的信息很多 他和陈月主演的梦幻爱情节目《我的反派男主》已经完结 这部剧虽然是规模有限的网络剧集 集数也比较少 但播出后却是好评如潮 大家也都坚持要两位开车艺人的展览 他同样在一部著名小说的改版中担任男主角 目前网上有消息称他将在接下来的新节目中搭档 杨子 陈哲远在发表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拍摄了一十多部作品 但他并没有扮演圈内真正知名的角色 他的颜值和颜值都很出色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引爆了 最初,他有一部作品有机会成名 但现在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这部剧可能没有机会见到你 毫无疑问,持续的开放会让每个人都更加关注他 前段时间,无数网友开始鼓声勿学陈哲远 在他权威出名之前 他在网络上的大量言论更加飘忽不定 截至目前,他与赵路斯合作出演的不能偷偷摸摸正在录制中 该节目的路透社是剧透让网友们感到手足无措 自枪击开始以来,路透社就一直在揭露这件作品 是有道理的 由于很多作品会沿着这条线升温 而且电影制片人还需要通过一些路透社来寻找利益 但大多数制片人都无法忍受长期的路透 并给出具体的告诫 接近大家努力不要成为太大了 该地区的传播已被不同的路透社传播 截至最近,该节目的制作人似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近日,网上有消息称 陈哲元将与杨子合作出演一部新锐真心话剧199爱 杨子可以说是同期女艺人中最著名的艺人之一 从杨子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 他一直在大片中加分 一时间,大家都觉得杨子有着大排男艺人的身材 和合作过的男艺人杨子 都变得众所周知 尽管杨子在这两年拍摄了多部穿搭偶像剧 但他在当今偶像剧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有一年,春末节目中杨子李献主演的《亲爱的非常有名》 当年这部剧名造诣时,掀起了全民追剧的热潮 李献在节目中也占了上风 变成红色 之后,杨子帮景百然的女临床医生 杨子帮肖战的如果不是太麻烦 把你的生活告诉其他人,非常有名 杨子最近因为颜值被Melody Danden说服进了媒体 但最终他要求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 他很高兴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目前,该剧的演员阵容仍处于网络传播阶段 杨子的大蛋糕肯定会在此期间扩大 因为最近杨子主演的《长相思》也有前一段时间已经正式完成 将进入下一阶段 在打动时间框架内 会有很多电影派对需要帮助他们 一切都依赖于真实的声明 02 杨子是长相思的根本卖点 新节目新鲜感悟在网上晒出 或雨晨哲源 之前网上有一个查询 是选一个有名的艺人 估计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评论区 无数网友都写下了杨子的名字 这也说明杨子其实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可以称的上市大众小姐姐 显然 这不是空谈 杨子的团结和地位是有目共睹的 众所周知 杨子的新剧《长相思》已经在9月底完结 另外还启动了代购运动 10月13日 著名唱片网站德塔文影视观察 发布了大约《长相思》 第一次评测 成本的完整评估变成了给定的8.0 给出的快速评估是了解成熟女孩的味道 和观众的强烈期望 更令人欣慰的是 在主创的中间推动因素上 主演杨子是真的写的 最好有这4个字 这样一来 也可以看出杨子的成本 当然是很重要的 可以说 杨子作品的主要推动因素可能是他 基本上 杨子的作品都是热播剧 但这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断有无限的甜品在等着杨子 而且很多作品都会带上杨子的名字 这也带来了自己的网站访问者 而现在长相思干脆就吃完了 一个全新的甜瓜又来了 网上有消息称 目前199链的组织信息已经出炉 主演杨子陈哲元暂定 从公布的组织信息中也可以看出 肯定有适用的数据 而其中的女主黄英子则表示 目前还远未确定 不知道杨子有没有被套 而后续数据还显示开机时间为 2022年11月 拍照周期为120天 这个信息在网上也很火爆 不过我还是不信瓜 轻拍 现在关于这部剧的信息非常少 引言中最好的三句 致敬时代 温暖人心 包含真理 这一定是一个完全热血沸腾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的导演是牛超 曾拍摄过 《我在记忆里等你》 至逝去的青春江照黎明等 多部传统爱情作品 至于暂定主演的杨子和陈哲元 杨子显然是想表态的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 而陈哲元不过也可以 另外有一些对他不太了解的网友 他也是目前著名的兴趣领域学生 他曾拍摄过《绝世双胶》 《黑暗的秘密唐人街探案3》等多部作品 颜值同样很高 受到众多网友的喜爱 所以 无数人都在期待着他和杨子的合作 希望能在其中看看高性价比的造型 然而 这些信息并不总是真实的 我们仍然必须等待合法信息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杨子的人气和网站访问量肯定很高 而且他的店也很厉害 这与他自己的努力当然是分不开的 最后 祝杨子的事业越来越顺利 作品越来越多 03 杨子的青三家常相思 来年的红粉 说不定是福奇满满 明年红粉祝福圆满 杨子的青三家常相思 可以说是见到断圈的聚合体 需要在豆瓣上观看这些剧的人超过一万六千家 杨子的每一部电视剧和电影都非常值得拥有 而且不断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摇身一变成为婴儿超级巨星的杨子 看得出来他的演技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漂亮了 可爱的杨子 你在追什么不同的电视剧呢 我想知道杨子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消息 期待您的更多惊喜 会在2023年播出吗 没料到60集 能偏偏见杨子吗 杨子越来越漂亮 事业蒸蒸日上 辛苦的女人依旧那么漂亮 真是人生赢家 香蜜八位主演的人气现状 杨子成一流 男主变素人 君扑吃整容 说起大热的历史木偶剧 看来剩下的那部明显变热了 还是2018年改成了香蜜沉沉浸如霜 三大平台同时播出 在超级名人江苏卫视 所有的记录都非常令人向往 开播后 杨子变了主线 男主和男二也正确飙升 杨子 首先是饰演女主紧密的杨子 不过我想 一开场 杨子就差点把娱乐圈里一二的小伙伴 拉出来帮忙卖 他演得紧密 前期变得无害 精力充沛 后期变得很在意 中途 他化身殉道 为你保驾护航 杨子以后还有很多好看的剧 现在连《亲爱的爱人》也是一部明星热播剧 现在她是90后小花的角角者 期待她未来更多的好作品 陈玉琪 陈玉琪饰演的二公主刘颖 她演这部戏的时候 演技还是很灵的 英姿萨爽的刘颖 性格敢爱敢恨 人品好 只是后面根木瓷的拉扯比较多 但是前面还是不错的 陈玉琪后来演了很多作品 但演技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灵动了 罗云西 男二号润玉由罗云西饰演 已经好几年了 这个角色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在古装帅哥的视频片段中 润玉是常客 白衣小于仙真是妥妥的白月光 现在罗云西也是男主的演员 追光者即将播出 明年还有古装剧《长月于尽》 我很高兴成为她的粉丝 王一飞 王一飞饰演鸟族首领隋鹤 虽然是反派 但还是忍不住好看 王一飞也有些可惜 明明演技和颜值都不错 不过这些年好像资源不是很好 她还参演了《长月锦明一角》 罗云西饰演《弹台锦》的守护者思影 可期 夏志远 润玉和旭凤的舅舅月下仙人 当年应该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演员是夏志远 陈祥今年的开播就像是面包屑 夏志远和杨子的第二场比赛 她饰演严丹的好友陆明 再次赢得观众的喜爱 何忠华 还有古装男神何忠华 现在也在多部剧中担任配角 在《香蜜》中 饰演男二男二的扎爹天地 而在沉香如指 则是不死不灭的北冥仙君 何忠华老师保养得很好 53岁的他还是那么帅 紧密的好友普池君 想必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有演员廖锦峰饰演 估计是主演中变化最大的一个 上一次 廖锦峰因为长相的改变上了热搜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妈妈脸的帅哥 看起来是那么的自然 要不是说是廖锦峰 谁也猜到他演的是扑痴大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